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來到巴夏的頻道 前面怎麼清大霧了呢 不會吧 今天晚上8點開始跑單 本來想說接一下新北的單但是接不到 接連跳了幾天跑來桃園這邊 發生什麼事 這裡會有什麼大霧 但真是沒想到這邊進南極的大霧 那有浴到底要不要拿出雨一檔一下 有一點飄雨 不是很大霧 這個是飄的毛毛細雨 這種毛毛細雨真的是超級貓 天空中有雨但是地板都是半乾的狀態 剛剛那裡都沒有耶 過來這裡這一區才開始飄耶 都是飄雨耶 想了想還是算了趕緊送單仙 剛剛都浪費了半小時左右了 上到了 想後 想後 想後牛排 路邊上看到一間牛排店的名字真是有趣 叫做想後牛排 看起來老闆很想吃後的 還真別說啊 現在看到招派都餓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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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講說這個狀態不是病毒 也不是細菌感染 比較像是吸入空氣太多 PM2.5導致的發炎狀況 一邊是跑蛋催風 一邊是喉嚨乾燥的症狀 所以還是要注意一下 應該是吧 100號 沒錯 停在這裡吧 你好 Uber Eat 100號11樓 放這裡嗎 謝謝 這棟大樓的大廳真是魂場舒服 東西送到拍個照準備下一單狗狗 跑單也沒什麼技巧 一單接一單磨練星星 大門外也非常空曠 好了 那我們再繞回去 繞回去桃園市區接單吧 剛剛桃園市區沒有跳單 現在送完這一單之後 跳很多單了 所以 應該還是有單 來看一下還有多少電 現在配的這個GoPro大概每40分鐘就要檢查電量 以前都停車下來把安全帽拿掉檢查 這兩天發現GoPro App 藍牙功能可以延 真是他媽有夠方便 還有一點點 等一下繞到下一單再去拿換電池 這個是一個洗車場 現在台灣很流行這種自助洗車啊 這種空地活化很多都用這樣的自助洗車 阿里面是投幣市的洗多久算多少錢 記得以前很多加油站都送洗車 但是現在看好像不太流行的也不知道為什麼 欸這個是不是重畫區啊 一文特區是不是啊 那怎麼感覺沒有住戶啊 感覺桃園這一區 沒有什麼人欸 我也不知道是有人還是沒人 反正街上看到的車子是很少 還沒有開發喔 另外大樓一樓也沒什麼操傷 但是很多高樓大廈啊 幸福桃園建案 這兩天看到新聞 我沒什麼政治傾向 但標題寫前桃園市場申請收藥 因為他誤案 檢查官還漏夜徵訊了好久 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嗎 感覺到規劃的不錯 但是人潮不多 什麼原因咧我也不知道啊 說老闆沒有人欸 連太火鍋的生意都不好 大腸包小腸 上次有送到這附近 有意見了 或是白天的時候 然後來 這裡可能很多啊 白天這裡是市場的樣子 都擺道路上來 現在晚上了沒 賣水果 喔!三灘 都是大灘子在賣水果 還是沒單耶 喔! 反正想收藥到桃園市區近一點 但還是沒單喔 結果今天當一個免費過路仔哈哈 看到這個地瓜球 真想買一包來爽一下 嗯 現在很多月市都賣這個價錢 這哪裡可以 可以接受 哇靠 都賣飲料的人這麼多 喔! 草原觀光月市在這裡 喔! 草原觀光月市在這裡 沒有來逛過 中正路口 難怪送了 過得這麼多人嗎 應該都沒有 還剛說隔壁又跑一台熊都來了 喔! 聽說台灣現在熊都被優惡一直合併了 不曉得現在各區是怎麼劃分的 中間大都有單 中間英雄沒有單 所以 怎麼回事呢 因為網路不好 他很想不到單 會不會是這樣 聽網路上說有什麼外掛場 是瘋狂掃單 不曉得是不是真的有 看起來好吃喔 好吧這一集先到這邊 就是當雷天的咕嚕仔的一集 所以說 我們幹這行的也是靠天吃飯的 天降甘霖我們才有在能沖一波 先這樣囉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訂閱